我们做研究的人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发表 发表之后才能够分享知识 造福世人 那如果做完研究只是放在抽屉里面 那真的就是太可惜了 那今天讲的发表的范例是以大数据研究为主 我们就不讲所谓的临床试验RCT的一块 所以今天讲的全部都是大数据 那因为我们团队其实最主要的研究的领域也就是大数据 那这一部分也是各位比较容易觉得可以开始的入门的 那么今天的课程的设计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重点是 第一个多看人家成功的范例 你永远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高 学得更快 所以从一些国内外比较好的文章先学学看 那么第二部分开始就是真的进入实战 教你怎么写 然后怎么投稿 然后怎么去回复 怎么去最后的发表 所以这一系列啊 其实是有点点繁琐的过程 如果你没有学过 你还真是不会做 你看到就怕 但是我想今天早上的课上完你大概就知道这整个过程是什么样子 应该是就有点信心了 那么下午的课大概就是大家的成功经验的分享 这些都是我们国内大数据做得比较好的 那有些是刚入门 有些是已经很有经验 我想请他们用不同的角度来分享他的经验 那最后一堂课其实是这是我们的精华 因为我们希望你还是要产生自己的研究的构想 有自己的研究的结果来写 所以最后这堂课是要让你们来提出你的proposal 那线上的人也可以提proposal 那线下的人 我们已经安排好有七个小组要报告这个proposal 所以每一个小组我必须再浓缩一点五到七分钟 越简短越好 留点时间给线上的人 或者是临时要加进来的proposal的人 你真的报告时间没比两三分钟就好了 那留两三分钟讨论这样好吗 那我鼓励你们其实可以开始想你要提什么构想 那因为参加的学员的福利就是你可以免费提一个idea 我们可以免费帮你跑 那因为这件事情是要收费的 所以如果你不是我们的学员 那么以后大概收费是要台币大概是要 我想是要两三万左右 这是大部分的医院的做法 OK所以今天一整天的过程 其实我相信你的学习目标就是 有idea然后看得懂图表 然后有能力发表 所以我也相信大部分人经过这样的training 基本上都会成功的 我们过去的成功率真的是90%的 这个我等一下会分享我们成功的案例 好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准备开始 当然每一堂课 我还是会停下来让你们发问 好50% 为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